大家好,我是马街纪念医院口腔医学部陈念慈医师 今天要为大家做口腔卫教和牙周病防治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自己的牙齿 牙齿有三大功能,咀嚼、发音和美观 咀嚼是牙齿最重要的功能 也是我们摄取营养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发音如果没有牙齿的话,发音可能会不准确 说话会有落风落风的感觉 最后是美观 如果没有牙齿会造成颜面部的塌陷 缺少几颗牙齿也可能会让笑容看起来没那么好看 牙齿分为三个种类 最前面的牙齿是门齿 它是比较扁平的形状,是用来切碎食物的 门齿的旁边是全齿 它是比较尖锐的形状,是用来撕裂食物的 最后面比较大颗的是旧齿 它是一个圆柱形,上面有一个大平台 是用来磨碎食物的 牙齿常见的疾病有蛀牙、牙髓炎、牙阴炎和牙周病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最常知道的蛀牙 蛀牙有四个要素 首先要有宿主,也就是我们的牙齿 接着要有破坏宿主、破坏牙齿的细菌 细菌它会需要有食物来作为它的养分来源 那细菌有了食物之后,会慢慢的把牙齿蛀掉 这就需要时间 那比较容易蛀牙的地方有三个 那第一个是两颗牙齿之间的临界面 那就是牙齿左右靠在一起的这个地方 刷牙通常比较刷不到,会需要用牙线 第二个就是与牙肉交接的齿颈部 也就是牙齿靠近牙龈的地方 最后一个就是咬合面的深沟缝处 那它就是咬合面上一些凹凹的纹路 比较容易卡脏东西刷不干净 那如果我们的蛀牙一直都没有填补的话 它会进展到变成牙髓炎 那牙齿的内部其实是有一个空腔的 那空腔里面会有神经跟血管 那蛀牙如果一路从上面深入下去 蛀到这个空腔 那细菌就会跑到神经跟血管的地方 造成牙痛 那如果还是没有处理的话 这些蛀牙菌就会沿着空腔一路往下 到最下面的地方造成根肩感染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底下的牙龈肿脏 长牙包 严重的人可能还会出现蜂罗性组织炎 那已经变成牙髓炎的牙齿 就会需要做根管治疗 那就是俗称的抽神经 抽神经就是会把牙齿上面打一个小洞 然后把蛀牙挖干净 然后直到这个空腔 那接下来会把牙髓所在的空腔 用工具把它全部清洁干净并做冲洗 冲洗完毕之后可能会放一些根管药物来杀剧 上面用暂时的材料盖起来 那后续等到病患没有症状的时候 会用无菌的材料把里面清洁完的空腔填起来 防止细菌和食物再掉进去 最后医师可能会建议上面做一个牙罐 来保护这个牙齿 以后比较不容易断裂 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牙周病 左边的图是一个健康的牙龈 可以看到牙龈和牙齿贴合得很好 那表面呈现浅浅的粉红色 那牙龈也是薄薄的样子 那下面的剖面图可以看到 底下的骨头它就是牙齿的地基 牙齿好好的站在骨头里 那骨头的高度大概是到牙齿的脖子左右 上面有健康的牙龈 那右边的话就是牙周病的牙龈 可以看到牙龈幅幅种种的 而且红红的 牙齿好像变长的样子 这是因为我们的牙龈已经开始萎缩了 造成底下牙根露出来 牙齿才会看起来变长了 牙缝也跟着变大 那底下的剖面图可以看到 下面的骨头已经开始退缩下降 大概只有到牙齿长度的一半左右 那上面的牙龈也当然就跟着一起萎缩下去 那口内的话照片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上面的这个是健康的牙龈 可以看到是粉红色的状态 然后也很好的贴合在牙齿上 下面两张图片就是牙周病的样子 左边可以看到明显的牙龈萎缩 牙齿红种 那右边这张更可以看到 上面有很多黄黄的牙结石 卡在牙缝中间 那为什么会形成牙周病呢 一般健康的牙齿外面有健康干净的法郎支 底下的牙龈和健康的骨头也会和牙齿贴合在一起 那牙周病的牙齿最一开始是有一些牙菌斑和牙结石 堆在牙龈和牙齿的交界 那长期没有清干净的话 这里会容易卡食物和细菌 那就在这里开始对牙周的组织造成破坏 造成牙龈的红肿发炎 那牙齿和牙齿越分越开底下就形成一个很深的口袋 那这些口袋又继续在积累脏东西 最后可能会造成底下骨头的流失 那牙周病有哪些症状呢 如果是最一开始牙齿开始红肿发炎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肿胀 那刷牙的时候牙齿可能会出血 那再更严重一点牙龈开始萎缩了 下面的牙齿露出来就会有牙齿敏感的问题 那这些深深的囊带里面卡了很多脏东西 可能会开始造成口臭 最后更严重的造成骨头流失以后 会有牙齿松动和牙齿位移的问题 那可以看一下图片 右边的这一个就是正常的牙龈颜色 浅浅的粉红色有一点白白的 那中间这颗牙齿啊就可以看到 它底下的牙龈有一些偏红 然后有化膿的现象 这颗牙齿就是有牙周病的牙齿 接下来这张图片是下牌的牙齿 靠近舌头的内侧的地方 那图片上可以看到很多黄黄的牙结石 那这个地方也是 全口里面最容易积累牙结石的地方 接下来认识一下牙周病的分歧 会根据牙周和齿草骨的状态 还有缺牙的数目 还有口内有牙周病的牙齿 和牙周病的破坏范围 跟最后是局部的特殊因素来做分类 像是牙根的天生形态 牙根分叉 齿草骨的破坏 还有牙齿的动摇度和移位 或者是咀嚼功能受损等 那牙周病大概可以 粗略分为四个分歧 最一开始的牙齦炎 可能只是牙齦稍微有一点轻微的发炎 那刷牙的时候偶尔会流血 底下的齿草骨都还是完好的 没有流失 那进展到牙周病初期 除了刷牙流血以外 口内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牙齿有轻微的红肿 那底下的齿草骨可能已经丧失了 四分之一的高度 接着到牙周病中期 可能就会开始出现牙阴萎缩 和牙齿轻微动摇的情形 底下的齿草骨高度 可能已经流失了一半 最后牙周病的后期 牙齿可能已经明显的有动摇 齿草骨也只剩下 大约四分之一左右的高度 牙周病的危险因子 有抽烟和高血糖 抽烟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 免疫能力变弱 也会让口水的分泌变少 减少口水清洁口腔的作用 那就比较容易产生牙垢和牙结石 那根据研究报告 吸烟者比起不吸烟者 他得牙周病的几率是高2.6到6倍 而且有高达4.7倍的几率 会有严重的骨头破坏 那影响后续牙周病的治疗 还有伤口愈合 糖尿病身体长期处在高血糖的状态 全身会有慢性的发炎 也包含牙周炎 伤口的愈合能力会比较差 那糖尿病的病人罹患牙周病的风险 也是一般人的三倍左右 如果曾经有糖尿病时的病人 在牙周病的进展上也会比较快速 那糖尿病控制的不好 如果糖化血色素一直大于7.0的话 就会造成牙周病更难治疗和控制 牙周病的治疗会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会做基本的治疗 治疗完之后会再评估第一阶段治疗的成果 如果成果良好的话 就会直接进入第四阶段做牙周的维护 如果第一阶段基本的保守治疗 还有可以再加强的地方 那我可能会进入第二阶段的牙周手术 把一些死角清得更干净 或者是放一些再生材料 那有缺牙的患者 可能也会进入第三阶段的口腔重建 最后才会进入第四阶段的牙周维护 第一阶段牙周病的基本治疗 会先搜集全口的资料 那用手动的器械 还有洗牙机去除口内 所有的牙菌斑和牙结石 之后会希望可以消除牙周囊带 和牙根分岔处的致病细菌 最后会教导病患正确解牙的方式 希望可以在这个阶段消除发炎 降低牙周囊带 让病患回去更好清洁 那牙周囊带就是牙银和牙齿交界的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口袋 那一般而言健康的牙银这个口袋的深度 大概是一毫米到三毫米左右 那轻度的牙周病大概都是在五毫米以下 那如果是五毫米以上的话 就是中度的牙周病 大于七毫米就是严重的牙周病了 那牙医师会使用有刻度的牙周探针 来去测这个口袋的深度 那如果是超过五毫米的深度 就是需要治疗的牙周囊带 确认好哪些牙周囊带是需要治疗了之后 牙医师会先用洗牙机把浅层的牙结石全部清除 再用手动的器械深入牙周囊带更深层的地方 将牙结石刮除 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是治疗前 牙齿上还有很多的牙结石和腌垢 右边是做完第一阶段基本治疗之后 牙齿明显变得很干净 那牙缝之间的牙结石也不见了 那底下的牙龈因为牙结石清掉了 现在是一个松松的状态 那第二阶段的牙周手术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需要 通常是有一些牙周囊症 像是有骨内的缺损 导致牙周囊带有没有法降低 或者是有两个牙根的牙齿 在分岔的地方有一些死角 轻不太到 才会需要进入第二阶段的牙周手术 那手术的过程就是会先把牙龈稍微翻开 翻开之后视野更好 死角更少 就可以把底下的牙根上的牙结石清洁得更干净 那如果有一些骨缺损的话 也会填一些再生的材料 希望底下的组织可以再生 最后就是把牙龈缝合回去 那要怎么保养牙齿才可以让牙齿不要面临蛀牙或者是牙周病的风险呢 首先最重要的是自己在家要有正确的结牙观念 还有结牙的习惯 再来就是要定期的做口腔检查 有问题也要赶快进行牙科治疗 那结牙的目的就是要移除牙菌斑 牙菌斑会造成蛀牙也可能会造成牙周病的产生 那牙菌斑上面的细菌会利用食物中的糖分来产生酸性的环境 那这些酸会破坏牙齿的表面慢慢形成蛀牙 那清洁牙齿就是为了要清洁掉这些牙菌斑 那它最容易积累在牙龈的边缘 那有的时候医生会用这个牙菌斑显示剂 让病患涂在牙齿上之后去漱口 漱完还有颜色的地方就是还有牙菌斑的定发 再把这些地方刷干净 那刷牙的时候牙刷的选择也很重要 尽量要选择小头软毛的牙刷 不要选择大头的牙刷或刷毛太硬的牙刷 那牙刷三个月要更换一次 那在刷的时候刷下面的牙齿时 刷毛要稍微朝下 那上颚的话刷毛要稍微朝上 那刷毛大概是呈现45度角指向牙肉 那刷的时候一次不要刷太多颗牙齿 移动距离不要太长 也不要太大力 大概就是两颗两颗牙齿刷 两颗两颗牙齿来回移动 那也可以把上下牙齿摇起来 打圈的刷 那两颗两颗牙齿至少要刷10下 最好是可以刷到20下 再来就是刷牙要建立一个顺序性 不要左边刷一下 右边又刷一下 这样很容易会有漏掉的地方 那我们牙齿分成上下 那每一边的牙齿各有三个面 有里面外面咬东西的面 三个面要刷 所以最好是可以建立一个顺序性 像是如果说从上面的右边开始刷 那我们就从上面右边的外面 一路刷到上面左边的外面 那再从上面左边的咬合面往回刷 刷回右边 最后再从上面右边的里面再刷过去 那下面也是一样 就是每一侧的牙齿要走三趟 里面外面咬东西的面 那一天要刷几次牙呢 一天建议至少可以刷两次 睡前还有起床后 每次要刷三到五分钟 那起床后的话 建议是吃完早餐再刷牙 不然可能刷完之后又吃早餐 嘴巴里面又都是食物跟细菌了 那什么时间刷牙最合适呢 饭后刷牙是建议大概半个小时后 马上刷嘴巴里面还有很多食物的酸性 那防止比较容易磨损导致敏感 那也可以在刷牙之前先稍微竖一下口 让里面的酸性不要那么高 除了刷牙之外还有什么工具可以辅助口腔清洁 通常也会建议使用牙线和牙尖刷合并进行口腔的清洁哦 那牙刷它只能刷到牙齿的内侧跟外侧 还有咬东西的面 那牙齿跟牙齿贴在一起的牙缝 就必须要靠牙线或牙尖刷来清洁 还有一些有装甲牙牙桥的底下 也会需要靠特殊的牙刷或牙线来帮忙 那牙缝比较小 一般正常没有牙周病的人可以使用牙线 那如果是牙缝比较大或者是牙周病的患者 就要使用牙尖刷才可以彻底的将牙缝清洁干净 那牙尖刷的使用是先将牙尖刷的刷头 放到两个牙齿的牙缝中间 那放进去之后就是进去出来 进去出来这样子刮除牙齿表面上的脏污 那放进去之后并不是只是在缝里面一直空搓 那是要贴着两边的牙齿 先贴着一边的牙齿进去出来刷干净之后 再贴着另外一边的牙齿 那可以的话要从牙齿的外面靠近脸条这一面 放牙尖刷进去清洁 也要再从牙齿的里面靠近舌头的那一面 再放牙尖刷进去清洁 那牙尖刷分成L字型和I字型的 I字型的话就是直直的 它是比较适合用在前牙的牙尖刷 那L字型的话就是有弯一个90度角 那是比较适合用在后牙的牙尖刷 那牙尖刷的放法就是要 牙尖刷的放法就是要直直的这样子 戳到牙缝里面 那它并不适合用来清洁牙齿外面靠近牙肉的部分 接下来是牙线的使用 牙线的话我们取一个手臂长 那开始绕在两边的中指 绕一绕绕到大概可以比出两个膝 那这一段牙线就可以用来操作 那尽量不要留太长 否则牙线的张力不够的话 可能会很难刮除牙结石 还有牙菌斑 那牙线的话就是轻轻的把它划到牙缝里面 然后一个牙缝有两个牙齿 那我们先贴着其中一边的牙齿 把牙线弯成C字型 然后顺着牙齿在上面上下摩擦 那之后换一小段新的牙线 在同一个牙缝贴着另外一颗牙齿 把它清干净 那最后一颗牙齿的最后面 也记得可以使用牙线 那一定要记得每换一个牙缝 就要换一段新的牙线 否则只是把旧的张东西 带到新的牙缝去而已 可以看一下这个操作的图示 那尤其是图示 我们把牙齿上面牙线 塞到稍微牙缝里一点的时候 可以看到像下面的那个小圈圈的那个牙子 牙齿会有一点陷入牙龈里面 这个是正常的 那上面两个的话是正确的使用方式 那下面的话 一定下面的就是错误的示范 就是牙线一定要顺着牙齿的边缘 滑到牙龈里面去 如果只是像左下图和右下图 这样子压迫牙龈的话 可能牙肉会有点受伤 也清洁不到最底下的部分 感谢大家的聆听